今天是7月1日 香港的大日子 至1997年香港回歸到现在27年 香港有没有改变? 我们可以看看这些数字 在1997年香港的上住人口大概是644万 到2023年多了106万人 到750万人 GDP这几年香港是升升跌跌 但总体由1997年到现在是有升的 实际GDP的总值由1997年的359,980万港元 升到现在的728,625万港元 当作一倍 当中在2022年的数据 香港服务业赚了本地生产总值93.4% 即是代表了香港都是服务业的天下 所以电视里面整天都有一句 这样的服务态度是不够的 香港有很多老板或者打工仔 都是扣服务业去吃 那打工仔到底可以赚多少钱? 我们看看个人月入的中位数 在1997年那时月入的中位数是1万元 到2023年就升了一个只得到2万元 而家庭每户的入息中位数有点分别 在1997年那时 家庭入息的中位数是1万9千元 到2024年这个数字升到3万元 只升了1万1千元 有人会问 一个家庭正常就是两个成年人组成 正常应该4万元 为什么平均下来只有3万元呢? 因为有些人结婚就会变成全职主妇 甚至是全职主妇 以及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月入 其实有很大的分别 为什么这么说呢? 根据香港的人口普查 住在公屋的家庭平均收入是2万元 住在资座房屋的家庭平均收入是2万8千1百元 而住在私人住宅的家庭中位数是4万4百元 即是私楼的家庭是最贵贵 公屋家庭的住户是最贫穷 这也反映在楼价上 中联地产阻了田土厅住宅署的资料 做了一个香港二手成交资价的中位数 在1997年时 这个中位数是$6,562元一尺 而去到2024年 这个中位数是升了一倍 大概去到$12,235元一尺 在这27年之间 香港资价最低位在2023年的SARS之后 资价最低是$2,576元一尺 当时SARS后楼底那群人基本上都罚了 对于一些新人来说 香港一点都不友善 因为衣食住行 每样都贵 这东西就反映在综合消费物价指数里 我们俗称的通胀 这个数字在1997年 是82点指 而去到2024年 这个数字升到$106 累计通胀的升幅是$28.8% 只是因为这个物价流价 令到香港连续 全球生活费最高的城市的保座 这一点都不好 有人会问 这么贵的城市 为什么仍然有人住家 就因为香港有很多国际银行的地位 根据GAWS 世界城市名册的排名 香港在云云389个知名城市中 排名是全球第3 仅似于伦敦和纽约 而根据环球银行 金融电信协会的资料院士 香港是全球最大的利岸人民币中心 占了全球交易页的74% 截至2023年12月 香港港交所的新股集资页 全球排名是第6 香港股票市场 总市值高达$3.85万亿美金 以总市值计 在亚洲是排名第5 在全球排名第8 当然这个数字是跌了 除了这件事跌之外 货贵吞吐量之前是前10 现在都跌出了全10 而根据国际结算银行的调查院士 香港继续是亚洲第二大 或者全球第4大的外汇市场 平均每日的成交金额是$6,944亿美金 总体来说 香港这个地方在27年之间 世界的排名有升有跌 有些地方做得很好 有些地方仍然需要改市 但总体来说 我觉得香港依然是一个福地 它是一个亚热带气候 很少有天灾发生 生活在这里 最大的困扰就是生活成本 至于其他基本上 你肯学肯做 都找到一日三餐 只要大富大贵 就真的要踩正风口 而最大的风口一定是藏货 香港政府都大力有藏货 但是根据2023月全球创新指数 香港在全球排名是17 依然有待进步 不论政府或者个人 其实都要不断提升自己 去应付这个信息万变的世界 不然的话就会被人淘汰 香港要进步 香港人都要进步 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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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